新疆一名维吾尔族农民 抢走审讯员配枪 杀死7名国安人员 被当局悬赏30万通缉 此消息近期在网络热传 涉案者是25岁的爱荷买提 托乎提 胡东白蒂 目前警方悬赏30万元吉凶 何田一位汉族居民 本周一告诉记者 当地所有的电话均被监控 广东省阳江市约700名两餐老兵 上周三及周四到市政府请愿 遭到当局镇压后 引发各地数千名退伍军人 全网声援 本周日 近200名老兵 由阳江转往广州 打算向广东省政府讨要说法 遭到广州政府人员拦截后扣押 请看报道 广东老兵蔡先生 星期一告诉本台 前往广州的老兵 在进入广州市之前 被当局拦截 记者本周一拨打杨江老兵 维权代表陈勇 肖勇等人 及宁波的老兵代表孙恩伟的电话 已经无法接通 关注这次事件的成都六四天网 创办人黄奇 星期一对记者说 因为阳江事件没有处理 殴打老兵那个案件 所以说来自全国各地 大约上千名老兵 就在昨天 就是8月23号 前往广州 广东省政府 请愿靠说法 由于这个消息 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 因此前期抵达的老兵 在广东省政府周边 陆控的警察强行抓捕 并且压上了警车 压上警车之后 后来创押在广州市 东风西路小学 被创押在 包括刘桂中 增为深层百分名 那个参战老兵 当局是要求他们 把手机这些全部交出来 其后就在安排 各个地方稳稳部门 接回 黄奇还说 首先曝光老兵 请愿的维权代表 均被限制自由 所以我打他的电话 已经是不通了 对 很多老兵都被控制起来了 因为这个事儿 在海洛外引起很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从几个人 遭殴打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 此次聚集请愿活动 来阻止各个地方 对于参战老兵 基本人权的打压 据报道21日中午 杨江市政府副市长和秘书长 明镇局长等官员 在几家酒店内分别设业 招待一些前来声援的参战老兵 并介绍杨江市委和政府处理 参战老兵诉求 及打伤老兵事件的处理情况 不过到23日上午 当局不但未采取实质行动 却继续扣押被抓的老兵 于是有在阳江的1000多位老兵 派出约200人前往广州 但遭到扣押 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 日前在就上月开始的 律师大抓捕事件 发出了信息公开申请 要求当局回复他 上月发出的控告函 此外 尽管中共中央四大部委联合高调声称 要落实律师会见权 但被捕律师代理人的会见 仍面临着巨大的阻碍 中国股市持续大跌 本周一再次高抬跳水 上证指数跌穿7月9日低位 一个半月的救市行动被打回原形 面对脆弱的投资信心 中国监管机构在出台维稳政策 批准养老金入市 请看报道 北京理工大学 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重大军则认为 养老金入市将可带来至少千亿元的流动性 因为养老金是相对长线的资金 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 继早前公开征求意见后 中国国务院周日正式引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养老金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 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 参与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交易 只能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以目前养老金总量3.5万亿元人民币计算 三成投资股市的比例 有望带动万亿资金入市 大事跌不停 据分析是因为资金出逃速度加快 统计指出 上周中国股市机构主力资金 一周净流出金额高达4700多亿元人民币 其中上周二及上周五暴跌当日 全日大单净流出金额分别达1700多亿元 及980多亿元 对此江苏学者叶启明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政府应该接下来的联合会进行相应的一个就势行为 但是逼定中国这个经济不景气 它再怎么就不能有多大的取色 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波动 也可能会上涨一点 但是它整体的趋势应该还是下回的 在9月份也可能会低到3000点以下的 虽然中国股市有很多的一个政治行为 包括内幕控制的因素在里面 受中国PMI指数下跌影响 美股上周五急跌 三大指数跌于3% 而受到环球股市下跌影响 加上油价跌穿6年低位 中东股市在周日也大幅急跌 市场关注会否引发环球股灾 对此胡星斗教授表示 但众大军接受本台采访时 却持不同看法 中国的股市和全球股市联动的 这么一种表现吧 由于整个全球的形势 特别是中国主动的放低姿态 让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后 引起全球的震荡 也是一种合理的调整 全球的这种经济泡沫始终没有消失 那么中国主动的夯视一下 这种经济发展的 这实体经济 我想对整个全球的影响都是有益的 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引起什么恐慌 市场的力量都比较拥 跟着跑 跟着动而已 对着还说明什么呢 全球的市场都在看中国的颜色性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 就这么庞大的 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太重要了 所以动一方而全身 今年7月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抓走的 北京基督徒戈平已被监视居住 近一个半月 代理律师周一收到当局寄出的 不予会见通知书 戈平的罪名由寻衅滋事 变更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包括戈平在内 与他一同被抓的基督徒胡石根和刘永平 至今下落不明 2013年8月25日 网络大V拥有1200万粉丝的薛满子 因涉嫌嫖娼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9月15日 在法院未做出任何宣判的情况下 薛满子在央视 招文天下节目中亮相并认罪 此后又有多位 涉及各个领域的犯罪嫌疑人 都在未审判的情况下 出现在央视认罪 本台就此现象邀请到两位嘉宾 今天请看节目的第四部分 2013年9月15日 敬请走进今天的节目 两位觉得 政府和媒体 应该是这个关系 当然了 实际上也很难做到 有的时候 但是媒体应该努力地去 跟政府保持距离 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站在人民的一边 彭律师您补充一下 一个是公信力 再一个就是 之所以它能有公信力 首先它得是独立的 它有它的独立性 它才有可能去讲真话 如果说它本身不能独立 本身是这个党和政府的 服庸 它就只能是代表 党和政府的意志 对吧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他们这个二者的关系 我刚才就是主要说 这个媒体这一块 另外政府那一边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一个成熟的 在一个民主国家 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 政府一定是小的 小政府大社会嘛 对吧 我们都有这个说法 那么媒体呢 跟政府 包括司法跟政府 他们其实都应该是 平等的关系 都应该是处在一个 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面 但是呢 共同为这个社会服务的 这样的话 我想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彭律师啊 那么关于这个媒体 介入审判这个事情 中国宪法 有没有相关的 明确条文规定说 媒体应该遵循 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去介入这个审判 您说到这 我就想起来 中国现在有一部法律 一直是难产 就是关于这个 媒体方面的 新闻方面的 这方面的法律 有多少这个 新闻从业者 包括很多学者 很多法律专家 都在呼吁这个 希望中国有一个真正的媒体法 但是这么多年 只见有人提议 也见有呼应着 但是从来没见他 真正的把这件事情 提上立法日程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像我们刚才 一直讨论到的 因为他这个 在中国大陆 新闻媒体这块 从来都不是独立的 所以那你说 怎么能够给他立法呢 那如果你要立法 那你势必你要涉及到 媒体的地位 你怎么定位 对吧 然后你媒体应该 遵循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职业操守 遵循什么样的 一个程序 对吧 然后你应该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那么如果说他把这些 全部都能够规定下来 如果这部法律 能够制定的话 那就说明 中国的媒体已经独立了 中国的言论自由 也已经实现了 所以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悖论 对吧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就能够回答 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所以就您看来 这个媒体法是根本不可能 产生的在中国是吗 对 我觉得是 只要是中共的现行 这个集权体制不改变的话 我觉得很难 其实这个问题 也可以回到 刚才我们讨论那个问题 您刚才谈到 您刚才问到这个 习近平其实 它也经过文革的时候 他自己家里人 他的父母也都深受其害 那为什么到现在 他竟然把那套东西 又拿出来为他所用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个我想就是一个 制度依赖问题 就是一个制度依赖问题 因为这个集权体制 已经实行了 这么几十年下来 它已经有了 非常成熟的一套 管控系统 非常成熟的这种手段 它很难超脱 它很难超脱出来 通俗地讲 这个习近平的现象 可以解释为狼孩现象 什么叫狼孩现象 狼孩现象就是一个婴儿 生下来之后 他妈妈把它丢了 被狼叼走了 狼用母乳把它养大了 他后来他长大之后 他看到人之后 他看到的不是人 他看到的是肉 是他的早餐 他是跟着狼一块长大的 习近平个人的知识结构 和他的意识形态 这个成型的过程 恰恰是文革 文革的过程中 当然 薄熙来本相似 当然对 他的父亲 因为这个言论出版罪 受了16年的牢狱之灾 这个完全是一种言论之罪 而且是非常荒谬 极其荒唐的 如果习近平稍微有一点点 人 正常人 不是那个狼孩的那种眼光的话 他应该对这件事情 做出一个内心 道德上最起码有一个 基本的认定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认定 我们看到的是 他对这个东西的肯定 这个是让所有人都很失望的事 中国有望废除 已经实行了18年的 嫖宿幼女罪 引发舆论关注 如果嫖宿幼女罪能够废除 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是否能够真正保护儿童的权利 仍需要观察具体的法律实施 而现行的强奸罪 也存在不完善之处 有待进步改变 韩朝一触即发的军事紧张局面 持续数周之后 由朝鲜提议的 韩朝高级别会谈 从星期六开始 在板门店举行 在第一轮会谈进行了10个小时 第二轮会谈进行30个小时之后 截稿前仍在继续进行当中 此次韩朝军事紧张局面 起因于本月4日 位于韩朝军事分界线上的 一个韩国哨所发生地雷爆炸 造成两名韩国士兵被迫截支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消息 在台湾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宣布投入2016总统选战 使得原本民调就落后蔡英文的 红秀柱雪上加霜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宣布投入2016总统选战 使得原本民调落后 蔡英文的红秀柱的选情 雪上加霜 与清明党同属泛兰阵营的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红秀柱周四坦言 宋先生 宋主席 可以说是我的长辈 也是我的老长官 他对于选举的经验非常丰富 也参选过好多次 所以这次对他的参选 说实在话 我很难表达尊重 但是我也不必表示遗憾 红秀柱周三被问到 宋楚瑜准备周四宣布总统时 还气定神贤地表示 宣布了再说 周四宋楚瑜开完记者会 红秀柱竞选阵营 随即在新闻群组 发出紧急通知采访讯息 不过红秀柱人是单枪 披码上阵 没有其他国民党人士 或是红秀柱竞选团队 发言人陪同 红秀柱亦有所指地说 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不喜欢政治人物 不问是非 只问蓝绿 但是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 不喜欢政治人物 游走四方 游走各方 获取利益 红秀柱表示 在他心中根本就没有蓝绿之分 尤其是他获得中国国民党提名的那一刹那起 因为从初选开始 他就期许自己能替国家找正确的道路 给人民美好的生活 给下一代一个希望 红秀柱强调 我一向都是一个在逆境当中 求生存求发展的人 在我人生的经验当中非常多 所以 我有必胜的信心跟决心 也不会受到任何人参选或任何事物的一个影响 被问到宋楚瑜的参选是否重演2000年两组泛滥选将自相残杀 民主进步党的沉水扁曲的执政权 红秀柱说 他不予置评 他只知道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日前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张硕文 李庆元也现身宋楚瑜参选记者会 改批局跑转战立委选举 被问及此事 李庆元打原厂自己穿的牛仔裤说 我下面还是蓝的 日前多家民调显示 宋楚瑜参选会吸走中间选民 浅蓝浅绿的票 对蔡英文的冲击更远高于红秀柱 不过因为蔡英文仍遥遥领先 似乎还未感受大敌当前 蔡英文表示 尊重宋先生的决定 也祝福他 民进党谨慎面对 以最好的阵容和政策 争取选民认同 独立参选人施明德接受媒体参访表示 自己身为政治案件受害者 有权力与诚意谈和解 但宋楚瑜曾是党国体制加害者的一方 怎么谈和解 且国情两党 一个是保住权力 一个是掠夺权力 怎么谈和解 朝野 社会和解无望 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施明德分析 宋楚瑜当过台湾省长 有行政经验 会是很好的行政院长人选 但如果当选总统会很恐怖 有权无责 比前总统陈水扁 总统马英九更糟糕 他很担心 施明德的女儿施明娜 则在脸书打抱不平说 宋楚瑜提出组联合政府 社会及政治大和解等诉求 是剽窃他父亲的政见 5月宋楚瑜到施家 他父亲应参选声明 给宋楚瑜是请教他的意见 不是让宋楚瑜带去照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在台湾宣布独立参选 总统的施明德 日前发表了家庭环岛微电影 影片中涉及的公共安全议题 引发关注 一起去看一下 在台湾宣布独立参选 总统的前民主进步党主席施明德 周一发表革命前夕的公路之旅 竞选微电影 这是由摄影师谢春德担任总计划 导演陈鸿一跟拍 施明德一家四口 环台走访施明德一生的轨迹 同时凸显台湾重大的 历史地标与社会议题 这支21分钟的微电影 由七支短片组成 分为前进 自由 希望 文化 呼吸 DNA 未完待续七部曲 从施明德为了争取 台湾自由民主 在四平大的囚房蹲了25年的历程谈起 妻子陈家军和两个女儿踏进绿岛的牢房 听着施明德讲她面对死亡的旅途 走过了恨 拒绝恨 现在心中只宁愿留爱 不禁红了眼眶 影片中施家人唱着绿岛小夜曲 施明德说 我知道我失去的空间 但是我要换回很多时间 所以我尽量看书 尽量写东西 尽量思考 施家人 席地坐在绿岛牢房 施明德对女儿说 一个反抗者 我宁愿被你抢杀 无限期截止不是自杀 那是一个用最艰苦的方式 来对抗掌权者 妻子陈家军则类数 我认识她25年 可是我并不知道25年 她怎么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生活 每一次我问她的时候 她就是告诉我切西瓜的故事 养老鼠的 就像她只会记得 她生命中的亮点 女儿在台东海岸望向太平洋 问父亲 为什么现在要选台湾总统 施明德说 我只有两条路 自杀或战死 施明德还说 不会背叛台湾 我遗嘱的最后一句话 我将活在明天 一家人还到施明德出生地 及美丽岛政治事件发生地高雄 施明德面向高雄港说 根据台湾宪法第118条 高雄港可以成为自治的自由港 摆脱了一个中国的争论 成为世界的 货物的 金融的 或者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门户 踏进荷兰统治台湾建造的安平古堡 以及新建于清朝康熙四年的台南孔庙 施明德对妻女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才是台湾的一部分 中国才是台湾的一部分而已 1624年荷兰人来占领 后来 正成功把 大清帝国来 盖得像这样的孔庙 陈家军在旁对女儿补充说 你知道吗 它是现存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孔庙 不可思议哦 因为中国的孔庙 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拆光光了 施明德接着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湾的历史是 很多国家都曾经在这里留下遗迹 也对台湾的民主性 台湾的文化 产生多元的贡献 施加人另造访了台湾西海岸的噩梦 台塑六清场 影片空拍有六十几个像足球场 一般大的雏油槽 398根烟囱 一天产值40亿 居民指控六清是造成 当地高致癌率的元凶 女儿问 爸爸这里可以住人吗 陈家军说 没有一个妈妈 愿意自己的小孩 在这样的烟囱底下呼吸 施明德则形容 政府当年核准六清设厂 是魔鬼的交易 此外施明德还质疑 对手宋楚瑜 曾经是蒋经国的亲信 权威统治者的打手 现在为了选举 提出要推动转型正义 调查林宅灭门血案 和台大教授陈文成命案 这根本是在戏弄 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 调戏历史 蹂躏正义 剽窃他的政见 在台湾 独立参选人 施明德 周三重化抨击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曾是白色恐怖时代 掌权者的打手 却说当选总统 要推动转型正义 根本是情鬼抓药单 施明德气得脱口说 宋楚瑜本来就是 当年的那个鬼 施明德召开当英武学会 转型正义记者会 嘲讽宋楚瑜向英武学 他讲转型正义 但放眼全世界 有哪一个国家的 转型正义与大和解 是由加害者来做 为了选举 竟然可以如此 毫不知廉耻 施明德提到宋楚瑜 未宣布参选总统前 曾三度去施加拜访他 他向宋提出 巡南非模式 由宋楚瑜代表掌权者 他代表政治受迫害者 共同推动大和解 与转型正义 为了宋静抄袭他的证件 施明德炮轰宋楚瑜说 他为了选举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个人利益 好 各位所看到的我的证件 他整本拿去抄 抄证件 如果你真的做得到 还可以赢的 但是有很多事情 是不依你来做的 你也做不到的 你硬要像鹦鹉一样学着讲 那你是在羞辱的 施明德直指宋楚瑜最没有资格提转型正义 还以台湾话俗艳比喻说 这就叫勤鬼抓药丹 施明德怒斥 你本来就是那个时候的鬼嘛 你是讲经国的亲信 你是贵为新闻局长 你今天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天使的面孔 恶弄多知 这不是爬骨 是你自己要人家爬里的奋奋 施明德怒说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这些前任总统 都无法做到转型正义 无法查出林宅血案 和陈文成命案的真相 宋楚瑜你说你可以做到 不是骗人吗 那他要反问宋楚瑜说 施明德还爆料说 宋楚瑜未宣布参选总统前去拜访他时 就跟他说 如果国民党是红袖柱出来 我们就出来选 施明德批评宋楚瑜 分明是看红袖柱好欺负 柿子挑软的吃 投鸡份子 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蔡英文也提转型正义 施明德也毫不客气地说 蔡英文也是另一只鹦鹉 因为他在民进党执政时 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跟国民党一样 只会做政治盗窃 不做转型正义 如今空函转型正义的口号 要人民如何再相信他 施明德还提到 民进党执政时 他们全家要去国家档案局 查他个人的档案 却被以部分档案内容 涉及情报消息来源等理由拒绝 美丽岛历史研究作家 黄慧君在记者会上说 宋楚瑜在1979年到1984年 担任行政院新闻局长 1979年上半年 新闻局就查进了 53万册的出版品 并派人查进美丽岛杂志社 这些事情宋楚瑜至今都未道歉 1999年当时要参选总统的民进党陈水扁 独立参选的许信良 连国民党的连战都出席美丽岛20周年纪念会 独独宋楚瑜拒绝出席 他要问宋楚瑜 美丽岛事件是暴民还是民主运动 施明德的妻子陈家军更提醒 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 最接近掌权者蒋经国的核心那几年 接连发生美丽岛事件 林宅灭门血案 陈文成命案 江南命案 陈家军质疑 这些命案 恐怖暗杀 屠杀政策 还需要今天劳驾宋楚瑜来揭露真相吗 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吗 宋楚瑜日前则皆以依法行政 为自己在威权时代的作为辩护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劳集中 他自己逼集中 他自己逼集中 不愿意 都怒动 对 都怒动 付法 为法 又 你 office 好 可以 有關以上新聞更為詳細的內容 歡迎您登陸自由亞洲電台的網站瀏覽 好 今天的亞太聯播就到這裡 我是景軒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